哈嘍大家好我是大海 今天這部影片我們要來介紹崩壞星球得道 2.0小版版本 會推出的全新角色 花火 花火的首次出現是在2.0版本的主線劇情 那目前我們在遊戲的主線 跟花火的互動相對還算比較少一點點 不過花火本身已經參與進了非常多 匹諾康尼的大事建立 花火隸屬於歡愉心神下面的假面魚者 在主線劇情裡面表現出了非常鮮明的性格 我們就一起看到這次推出的花火 他的一些技能光追儀器隊伍選擇等等 2.0下半會同時推出花火以及警員的卡池 其中全新推出的花火 他是五星亮子銅鞋的角色 也是繼軟眉之後 第二個推出的限定銅鞋角色 不論是軟眉或者之前推出的其他 四星五星銅鞋角色 在遊戲裡面普遍都有比較好的登場率 我相信同樣作為五星銅鞋的花火 在推出之後也一定會有不錯的表現 我們就先來看到花火的一些技能介紹吧 首先花火的戰績效果跟波羅尼亞稍微有一點點相像 戰績可以對一個友軍釋放 釋放之後 那個友軍會獲得行動提前50%的效果 以及暴擊傷害提升的效果 跟波羅尼亞戰績比較大的區別就是 花火沒有辦法讓隊友馬上行動到 但是他提升暴擊傷害的效果 在有配合刑機的狀態下 可以一直持續到友軍的下一個回合 所以像是托帕 真理醫生 警員 克拉拉這種 回合外也可以打傷害的 仍然可以知道戰績的增傷效果 不過我認為花火最核心的機制 並不是他的這個戰績拉條效果 而是天賦還有衝結技能夠提供戰績點的效果 把花火放進隊伍裡面 在實戰中可以看到 右下角的戰績點累積 最多可以累積到7點 花火天賦的效果就是能夠提供 兩點的戰績點上限 並且每當我方消耗戰績點 就可以給全隊一個 最多疊加三層的持續兩回合的增傷效果 擴充的戰績上限 則是可以靠終結技來回復 花火的終結技效果 能夠一次給我方全隊回復 4點的戰績點 消耗戰績點會觸發的天賦增傷效果 可以再被終結技額外給提升 戰績點另外也可以靠密技釋放來獲得 在釋放密技之後 可以獲得一個迷霧的效果 進到戰鬥之後就會回復3點的戰績點 最後花火的星期二能夠在普攻的時候 給他回復10點能量 星期六則是能夠無條件提供全隊攻擊力 隊伍中有越多量子屬性的角色 能夠提升的攻擊力幅度會越多 花火能夠拉條能夠提升戰績上限 還有增傷等等的效果 有點像是綜合了布羅尼亞以及 含壓的能力 花火的輔助能力我目前看來是比較萬金 有的跟布羅尼亞很像 主要多數隊伍放進花火來輔助 應該都會有不錯的效果 尤其是那些戰績點 消耗比較嚴重的一些主C角色 像是音樂 這次角色目前可能會比較需要思考的問題 就是 他跟主C之間的配速搭配 怎麼樣才可以最大化主C的輸出收益 接著我們來聊花火的光追 光追效果能夠使裝備者獲得無條件的暴擊傷害 提升暴擊傷害提升的效果 也可以讓花火的戰績 提供隊友更多的暴擊傷害 另外在戰鬥開始的三回合 可以提供隊友 10%的暴擊率以及28%的暴擊傷害 如果恢復的戰績點達到4點 像是花火開了大招之後 這個效果能夠被重新觸發 持續四個回合 基本上給花火裝備 就等於給隊友常駐 暴擊率暴擊傷害的提升 裝備提供的數值還不錯 不過同鞋有比較多好用的光追 所以這張光追並不是必要的 但有許多玩家還是蠻看重 這張光追的卡面的 那要不要抽大家就自行斟酌 那不抽這次光追 如果你有五星常駐的布羅尼亞光追的話 光追配合花火戰績也有的拉條效果 能夠比較穩定的 給下一個友軍增傷效果 另外也有能量恢復 以及戰績點恢復的效果 算是一個不錯用的光追 四星戰鬥還未結束 也有差不多的效果 算是蠻適合花火的光追 如果玩的是量子 純色隊的話則可以考慮與行星相會 四星另外也可以考慮 五五五能夠有全體拉條的效果 特別是如果你有配速 或者想打0T的玩家 五五五都是一張很好用的光追 一切部分首選就是信使的四件套 或者假如說你隊伍已經有四信使的話 可以用兩信使 加上其他兩件套像是試者能夠提高生命 其他也可以考慮像是瘋的四件套 能夠在釋放充結技之後 給他行動提前的效果 兩件套通用的可以考慮龍骨套 能夠提高純隊爆傷 其他如果你使用量子隊 可以考慮皮諾康尼套 有配速需求的話 也可以考慮翁瓦克套裝 一切四條去彈選擇暴擊傷害 腿選擇速度 次元球生命或者防禦連接神充能 好最後我們來聊花火的隊伍搭配 基本上花火就是什麼隊伍都能進啊 畢竟是一個輔助角色 不過其中也有特別適合 跟比較不適合的隊伍 首先特別適合的隊伍 理所當然的就是 花火本身的屬性量子隊 這個隊伍幾乎是全隊都可以 互相給對方增傷的效果 銀行的弱點也可以非常穩定的掛到 然後主C啊 除了希爾 清雀也非常適合進到這個隊伍裡面 因為花火可以幫助清雀 產出比較多的戰績點 再來就是隱瑞的隊伍 花火進到隱瑞的隊伍 可以比較好的緩解隱瑞的 戰績點需求 尤其是低命的隱瑞 在有花火進到隊伍之後 應該可以更頻繁的施放他的戰績 如果怕花火拉條拉太快把 亭雲的戰績吃完的話 亭雲也可以換成軟煤 羅莎如果沒有很缺戰績點 也可以換成霍霍 其他大部分主C 像是銀之 錦緣 真理也都可以放進花火 目前花火可能稍微 比較不適配的隊伍是 金流的隊伍以及持續傷害的隊伍 跟金流的適配性比較低的原因是 金流他有比較多的雙爆城區 花火又是提供爆傷的 所以兩者搭配可能 傷害提升不會有那麼大 再加上金流對戰績點的需求 本身也算是比較低的 跟持續傷害體系隊伍 比較不適配的原因 自然就是花火他提供的爆傷 持續傷害體系的隊伍比較吃不到 當然也不是說 這樣的配對是完全不行的 有可能你可以嘗試去搭配 布羅尼亞走一個雙拉條的體系 不過這樣的隊伍 配速上面會比較有講究 畢竟他們兩個的戰績 都是拉條還有單體增傷 所以可能內等 實際上線測試之後 才知道這樣的隊伍搭配 究竟好不好用 好了呢關於花火的前戰介紹 我們就先聊到這邊 角色強度如何 目前還沒有推出也不好評斷 不過我自己認為在這個遊戲裡面 銅鞋角色的出場率 幾乎都是比較高比較實用的 我相信花火獨特的回戰技 輔助能力 應該還是可以找到 比較大的就業空間的 那你有打算抽花火嗎 你對花火的評價如何 歡迎在底下留言討論 這部影片就先聊到這邊 看完喜歡的話千萬不要忘記 點贊訂閱我 我是大海 我們下部影片見 大家拜拜